与小偷当场被抓 反告超市老板性侵 好家伙 陕西一个超市 连续多次丢失化妆品 这老板就好奇 这是咋回事呢 一查接受 不要紧 经常有一个 炒法飘干的美女 连续多次出现在超市 呼呼笔贵 但是每次 却哭手走过超市 这不太对劲 可能是他 当时长得挺好看的 怎么到小偷呢 各位知道 没几天 这姑娘又来 她来工作的时候 被这个老板小刘 当场抓获 啥也别说了 货款800 赔奖200 赶紧给钱 否则我就要报警了 这姑娘一看车 惊慌失措呀 但马上就镇定下来了 这样 我赔你一下 好歹 有两个人 这中午超市没人 就哈哈哈哈了 各位知道 没一会儿完事了 这姑娘又觉得 我可以大了 不行 你以为再赔我600块 要不就告你强奸 这刘某我当然不愿意了 于是姑娘报警了 那问题来了 这算啥呢 诶 首先这姑娘 盗窃金额 虽然达不到盗窃队的立案标准 但是依据刑法及司法显示 两年内盗窃三次的 就构成盗窃队 三年以下 其次就是 你不给我600块 我就告你强奸 这就属于典型的 敲诈楼梧小费 当然它这个金额 没有达到2000 不构成敲诈楼梧小费 但是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 也是可以出5日以下 10日以下的拘留的 但你懂 接受对方色障 构成为何犯罪吗 评论区告诉我你的状态 美丽表彰 各位看官老爷夫人们 白嫖虽爽 一直白嫖一直爽 来创作实属意 逗逗您的小手 给我点个赞呗 祝你一切都好